大家好,這是突然心開的可能 今天原本我以為我來修修法規的Parser就好了 但是後來我們研究一下 這個故事是這樣,原本我在PR的是法規一讀器 它原本有叫Parser是用來處理 把立法院的法律系統的資料拉出來變成Jason 因為它少了一些MetaData 所以我原本想說今天就把它加進去 就可以很有產出 後來不太對勁 LawEasyReadData的上游是TWLaw 然後TWLaw這個專案其實是把法規的 立法院的資料HTML拉下來 然後轉成Jason,再轉成Git的Commit 然後再轉成Markdown 法規一讀器拿了前面HTML的部分 然後自己又在寫一個Parser 然後自己在寫一個Parser 然後自己轉成Jason 然後再把它塞進MongoDB 然後後來就發現 其實我們有很多奇怪的Parser 在GitB的Report裡面 是不是覺得說應該要正規化 就是說變成每個人為了要取得 他自己要的MetaData 都要重新Pars一次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討論 就是怎麼樣把法條真正的 就是很好的把它MetaData保存起來 然後大家就可以取用 那我們目前是有想 然後目前就是先先給他取個代號叫做 Law Formalization 2.0 要減3DLF2 然後我們在想說有沒有什麼 比較統一的基讀格式來 然後今天是有想到說 類似Markdown的人讀格式的話 就是如果是單純的 例如說某個線前的法條 可能可以把它改成比較嚴謹的 就是Compiler 或是一般的文字處理器 可以理解的格式 因為我們知道說現在有很多 就是如果你直接從某一張專案 會有很多奇怪的狀況 我們應該可以有一個Peprocessor 先把它整理乾淨 然後可能有一個很明確的Spec說 那照著這個格式寫 就可以變成法條書寫格式 那這是一個可能 或是說 也可以就是我們定義一個非常嚴謹的MetaData 然後裡面塞滿Json 然後就是非常詳細的敘述這個法條 比如說什麼時候通過 然後什麼時候修正 那可是這個東西就是 哪個MetaData要放哪裡 然後怎麼存 可能還在討論 對 因為我不太確定就是 到底有什麼樣的Project 使用情境 那可能之後 可能 我等考完期末考完 要把這個動詞 對 聽說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就要期末考 對 然後 那這是今天 忽然開的課 如果你的Project有用到法條的話 請來Hackpad給我們理解 謝謝 謝謝 妻生 謝謝 谢谢大家